大家好,我是橙子 说起中国的高铁 中国人都感到无比的自豪 外国人也是赞扬的比较多 中国是全球高铁线路搭建最完善的国家 中国高速铁路营业里程居全球第一 截至2020年年底 全国铁路营业里程14.6万公里 其中高铁营业里程3.8万公里 2021年 新建高速铁路投产里程2168公里 2022年8月30日 中国首条跨海高铁 新建福沙铁路全线铺贯通 一串串数字背后是娇人的成绩 但是比较令人吃惊的是 中国如此四通八达的高铁竟然并不赚钱 甚至还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据最新的数据显示 截至2022年上半年 国铁集团总负债合计6万亿元 而经济2022年上半年就已经亏损804亿元 平均每天要亏4亿 4亿 这意味着什么 即便是目前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上海 2020年的GDP总量仅为3.87万亿元 也就是说 上海忙活一年赚的钱 还不过弥补中国高铁一天的亏损 你可能会觉得很疑惑 中国有14亿人口 每年的出行人次那么多 一条铁路修好后 不应该就坐等收钱了吗 为什么会亏损这么严重 中国高铁为什么不挣钱呢 既然不挣钱 为什么中国还在不停地修建高铁呢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中国控制高铁的央企 是中国高铁行业最具代表性 也是最为庞大的公司 但是该公司不仅不赚钱 甚至截止目前的亏损额已经达到了惊人的6万亿元大关 中国14亿人 竟然连高铁产业都往不及 实在是令人感叹 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国铁集团的营收总额达到了4856.9亿元 相较上个季度同比下跌5.28% 亏损为804.08亿元 同比上涨了58.48% 在一众高铁公司中 金户高铁算是比较赚钱的企业 但是在今年其同样迎来了首次亏损 亏损额达到了10.28亿元 金户高铁的亏损与上海的疫情联系密切 那么作为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出行方式选择 高铁价格实惠并且速度快捷 中国高铁为何会亏损呢 高铁之所以亏损的原因 是因为中国高铁的投入始终处于高位 中国为了改善国民出行的交通环境 力求在全国各地都修建高铁 尽可能帮助更多人便利出行 高铁的修建是一个非常耗费财力的过程 一台高铁的造价往往会高达上亿元 就算是小小的高铁车轮和高铁轴承 都需要从国外进行进口 原料的价格不菲 除此之外 高铁轨道的建设更是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甚至可能会横穿地质活动断裂带 具备非常高的施工难度 而在某些地形比较复杂的地方修建高铁 更是相当困难 因为高铁的速度非常快 高铁轨道的建设并不能按照普通火车的方式 进行绕弯以避开复杂的地式环境 这样会导致危险事故的发生和缩减铁路铁轨的寿命 高铁轨道的建设应该尽可能保持平安以及便捷 因此在乘坐高铁时 穿山隧道随处可见 大量的地下施工 无疑大大增加了高铁轨道建设的财政支出 像是大瑞铁路的建设过程中 地下轨道的建设长度达到了总长度的80% 大瑞铁路也因此被称为地下铁路 是中国最难修建的铁路之一 现如今 中国已经开通了3000多列高铁 每建造一个高铁平均要花费两个亿 而且 高铁建成之后 还有高昂的维修成本和人员成本了 短期内想要回本的概率很低 第二个原因 则是由于疫情导致居民出行不变 高铁市场大幅缩减 疫情之前 中国人坐高铁 都要提前定位置进行增强 害怕没有位置 但如今就算是节假日 中国的高铁票也常常能过有剩余 事实上 不仅是高铁 也不仅是中国 整个世界的交通产业都受到了疫情的冲击 从而市场份额大幅缩减 整个世界的交通市场日子都不好过 就算是垄断全球飞航业务的空客 以及波音公司产值都在近两年迎来了下滑 此外 中国的高铁是公益性质的 虽然垄断市场 但并不赚钱 你知道吗 中国的火车票价格已经20年没有涨价了 而且火车上吃的喝的也允许乘客带上车 如果要是以赚钱为目的 中国可以直接下令宣布票价上涨 或者不允许乘客带吃的喝的 这样直接可以大赚一笔了 那么既然搭建高铁不赚钱 为什么中国还在不断修建高铁 为什么中国始终坚持发展高铁事业呢 对于国家而言 高铁更大的作用在于能带动地区经济发展 正如谚宇所说 要想复先修路 建设高铁 可以带动区域协同发展 促进社会经济更加繁荣 交通建设 是中国改善民生生活的重要举措之一 因此中国的高铁建设从而不是以盈利为目的 根本原因始终是为了帮助中国民众出行方便 正如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中国火车票的价格已经20年没有发生过变化 基本上维持在0.0386亿元每公里 到0.0586亿元每公里的区间 高铁价格同样十分优惠 中国的高铁一等作基本在0.37元每公里 二等作0.37元每公里的价格 十分优惠 其次则是高铁的建设对中国偏远地区的建设提供助力 此外 建设高铁的科技含量很高 所需要的零部件也很多 比如机械 叶巾 橡胶 精密仪器 合成材料 钢柜等等 这些大大小小的零件都需要生产加工运输 也就是说 建造高铁带动了中国很多相关的企业发展 企业效益好了 工人的工资也就多了 进而促进市场消费 有一项研究表明 高铁每投资一亿 就能拉动周边GDP增加1.8亿 而且拉动作用会一直持续 所以国家亏钱没关系 叫老百姓富裕起来那就够了 因此 中国高铁虽然亏损严重 但这是因为支出高以及疫情原因导致 而高铁的建设初衷并非以盈利为目的 而是为了便民出行以及经济交流与发展 因此不管亏损多少 中国高铁的建设竞争仍旧不能放缓 对于中国高铁扬起半年亏损800亿元仍坚持建设 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你觉得应该继续建下去吗 好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明天见